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你要想办法呢 下去把它处理成s平方前面系数是正的 然后呢 再下去做什么 做因式分解嘛 做因式分解 最后得到它的解集合 它这个解的范围 那这个题目呢 刚好颠倒过来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呢 s它介于-3到2之间的话 那我们马上就知道呢 这个s加3乘上s减2小于0 那从这边开始哦 整个过程呢 就可以颠倒过来